Micobe DIY 起象站每一年五集 跟大家分享如何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起象站 下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 起象站做好之后应该放在哪里呢 今年初我们和气象局一起开建了校园气象监测比赛活动 今集就先麻烦气象局的同事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大家好,就着校园气象监测比赛 我们之前举办了一个简介会 在会内我们都收到一些犯规 所以今天我们做了简报 想进一步分享一些背景知识 和讨论一下可行研究题目的方向 在简介会里面我们听到的其中一个疑问就是 移气要放在哪里呢 又或者我们放移气的环境有些限制 可能不适合气象去标准 其实这个疑问是问早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们放移气在一个地方 其实是想得到它的观察数据 得到的数据究竟代表什么呢 其实才是一个问题 这样观察数据的代表性 在气象学上是一个专业名词 它是指该观察对于某一特定用途 所需辨量值 作出准确描述的程度 其实这个名词解释在其他学科都差不多 为什么我想提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我想分享一下 气象业界有什么标准 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些标准 我们就着这些标准会怎么做 还有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尝试一下抛砖引玉 令大家就着这个问题有些啟发和灵感 那气象学家是怎么选气象站的地点的呢 刚才也提过了 大家其实都知道了 行内对站点的选址和运作是有标准的 意思是有明文规范的 比如说世界气象组织 WMO08号文件 气象仪器和监测方法指纳 又或者我们有国家标准 比如GB3121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又或者行业标准QXT45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等等 这些指纳和规范都有中文版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来参考一下 那我们就着刚才所提到的标准 简单来说 比如说空气温度和湿度 我们看看WMO的标准 它就着环境对仪器的影响 就分为级 一共分为5级 比如一级站所调到的数据 就可以用来表示大范围气象的特征 而五级站的数据 通常都会受环境影响比较大的 因为空气温度和湿度测量主要是 由于地表物质和阴影造成 比如说附近有没有烟源 反射面 水体等等 所以主要就用以上所说的 作为主要依据来分级 比如说一个一级站的要求是 这个仪器要放在平坦的地面上 要有该地形典型的直皮 而太阳尼地平面高度5度以上 仪器上面是没有投影的 而烟源和水源的仪器要在100米之外 那二三级就不说了 我们看看四级站有什么要求 四级站的要求就松很多了 那要求只不过是要烟源水体 在仪器周围10米半径范围内 占50%之下 又或者3米半径范围内少于30% 那就是说你放个站在湖边10米外 都已经可以是一个四级站 而太阳尼地面高度20度以上时 仪器上面是没有投影的 而五级站就是连四级站的要求都达不到的站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风呢 那在气障壁上面 我们指的风速呢 就主要是地表风 那WMO就将它定义为高度尼尼10米 粗组度为0.03米的风 是地面站的地表风 那风的测量主要是受周围障碍物干扰 所以分级都是以此为意据的 一个一级站的标准比较严格 譬如说塔干需要来周围障碍物高度30倍 传感器需要距离周围高度8米以上 细障碍物高度15倍 那二三级站我们都跳过不过 看看四级站 四级站的要求就松很多了 譬如要求塔干需要距离周围障碍物高度2.5倍 在40米的距离内 不应该有角度寬于60度 或者高度大于10米的障碍物 那一个四级站可以看到 很容易受到障碍物的犬流影响 如果风大一点的话 而五级站就是 连四级站的标准都达不到要求的站点 那好啦 为什么气象学家会定向刚才提到的标准呢 那是因为各国的气象局和气象组织都有共同的目标 譬如说想做全球气候分析预测 天气数借无人预报等等 为了大家的数据可以统用 都要在一个标准的环境下做策略 这样折出来的数据才可以做比较 才可以放在同一组方程里面做分析 那再说多一点点 除了要控制监测环境之外 而气要做标准索源 即是要定时查一下自己的异血净不准 要和世界的标准做对比 以上就是气象学家要定标准的游离 而气要做索源地点有规范 当你看到数据来自一级站的时候 你就知道数据会代表大漫为气象的特征 那经过了数据质量的审核之后 就一定可以用来跑全球天气数据模型 做天气预报 那当你看到数据来自五级站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些数据只可以用来表达 特定地点或地区的天气 其实啊 2345级站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和存在意义 因为气团经过不同特征地表的时候 都会有一定的变性 比如说冷风经过城市群 在城市里面的温度一定会比郊区的高一点 所以如果站点放置的位置有根据的话 23甚至45级站的数据经过分析之后 都可以用来调整预报模型的结果 为该地区的天气做出更全确的分析和预报 但是啊 做气象观察不一定只是为了气候研究 或者做天气分析的嘛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由的 比如说 可以做一下航空气象的研究 又或者做有关于农业气象 或者微气候研究 比如说城市气候研究 那如果你做相关的研究的时候呢 比如说做农业气象 南方水道的农业气象研究 那只不然你设计的站点会在水道田旁边 那那个站点的规范呢 就不会跟着做气候研究的站点规范走的 所以呢 就不代表全球的气象局 或者科学院机构所设计的站点 都要符合我们通常听到标准的 那是因为做监测和策略呢 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做的 比如我们的气象局 我们在三座大桥上面 设计了风速计 那是因为我们想知道大桥上面的风速 在台风来今的时候 可以做挂风球的参考 又或者在季风来今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数据来判定 需不需要挂黑球信号 提醒过桥的司机说 噢风大啊 要注意行车安全 又看看我们在季角其实是一个气象站 那这个气象站的温度的很近水源 其实就是在海边而已 那它一定是一个五级站 但是我们放这个站在季角 台湿博物馆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想给住在附近的居民 有个温度的参考而已 那所以就我们而言 为了满足服务社区需要 我们也有自己的标准 为了满足大众对特定的资讯的需求 我们做了分析 去选了特定的地点 所以该仪器所测量的数据 就会有代表性了 作为对外发布 或者作为行政手段的依据 那看看吧 什么是代表性呢 观察数据的代表性 是指该观察对某一特定用途 所需辨论值作出准角描述的程度 所以你的仪器究竟在草皮上面 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究竟想研究些什么 那参赛者你呢 你的仪器要放在哪里 你要跟着什么标准来走 都是谷句啦 这个问题是问早了的 其实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希望研究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这样才去讨论用什么方法 去获得这些数据 规范这个仪器放在哪里 这样得出来的数据 才会对我们想探讨问题的代表性 打个比方吧 我们可以研究什么 我们可以研究你收到这种仪器的可靠性 又或者研究一下热度效应 又或者研究一下在特定环境下 比如说天台又或者粗墙 对于微地区温度的影响 又或者看看如何用天台的数据 比如温度和标准站做对比 反映入辐射量 又或者看看天台的风速和大脚风速的关系 还可以做一下和澳门其他站点做对比 研究一下降水大小和气候温度的影响 就着刚才我提到的不同问题 你们仪器放置的位置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希望参赛的学生可以用科学精神 用仪器进行策略进行探索 首先要知道我们想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而问题不一定要深刻 但是要引起自己的兴趣 方法和手段就一定要具科学精神 那我的简报就到这里是这么多 希望这个简报可以帮到大家 令大家有啟发 多谢 今集影片已经播放完了 相信大家已经对如何选择架设 气象站的地点由基本的认识 下一集 我们会介绍一下气象站用到的硬件 和完成气象站的连接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